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这一期呢跟大家聊聊台湾的新闻 首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老五是不是快说准了 什么叫快说准了 台湾快没领空了 台湾快没领空了 这一个新闻啊整个从开始到今天的延展啊都特别的有意思 然后呢首先呢就这两天吧 大陆的军机咱们解放军的军机 然后飞到了台湾南部离台湾岛很近的地方 什么叫很近叫二十海里 然后这个事情呢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飞行员 然后大陆的飞行员这样的一个警告驱离的一个对话 然后漏出来了流出来了 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当成新闻了 他这个对话呢特别的有意思 台湾的飞行员说大陆的军机啊 你已进入我的领空 然后我去你立即立即驱离 这台湾的飞行员老是那种声调啊 莫名其妙啊 然后呢总而言之吧这个事情啊 证明了一件事情 证明是不是老五说对了 台湾快没领空了 快没领空了 你台湾还不转向 台湾还继续要对着干 然后的话最近啊台湾那边蔡英文又说啊全民修法 全民修法就开始把这个修宪法 他把这个责任从执政党的责任改成了老百姓的责任 这样是为什么呢 那不就是软性的修宪吗 软性的采红线 所以说你继续采蔡英文好样的统一统一路上有进一宫 继续挑衅继续挑衅你就没有领空 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反馈啊 然后呢 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然后台湾从刚开始就就两年前 台湾还有台海中线的大陆的军机基本上不过台海中线 一直都是台海中线中线的西边飞 基本上不往那个台海中线的东东边去飞 就不往台湾方向去飞 结果这两年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成天那些骂政府啊 政府都是合同养了一帮合同的那些人 你们看一看谁在做事情 骂骂咧咧在在网上骂了多少年了 有用吗 谁在老老实实做事情 谁在抓住一切的机会 让统一可以实现 现在就能看得出来两年前没有台 在两年前有台海中线 大陆这边也算是没守 不承认有台海中线 但是没守成规 然后呢就不往东边去飞 不往台湾方向去飞 结果呢我现在我天天的飞 天天的围绕着 就是围着台湾岛来回的转 就那么使劲转使劲转 你能怎么样 台湾那边不是说了吗 我不开第一枪 你不开第一枪很好的 我就继续飞天天飞 飞到现在呢 以前跟大家说过 肯定要飞到没有领空 只要你台湾继续在给我对着干 给我挑事 民进党好样的统一路上继续工啊 真的要这样 然后呢最近台湾一直也还是看起来 就简直就是不放弃了 就算是川普指望不上了 那拜登上来呢也得继续往上去贴 然后呢台湾人宁愿吃着什么 那个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啊 配着日本核食的大米 核污染的大米香啊 对不对香 卤肉饭最香了 台湾人都已经到这一步了 还在硬撑可以 所以说最近的新闻 飞机都快都已经进入台湾岛领空了 进入到台湾领空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迷糊啊 哎呀这个飞机嘛进入领空 不进入领空有什么区别 有很大区别什么叫很大的区别 这可以斩首了 大家要理解是理解一下这个啊 最近在台湾岛绕岛的飞机 基本上都是轰五轰六 轰五轰六有可能是电子侦察机 也有可能是真的轰炸机 也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架着导弹的 而且轰五轰六架的导弹 可比飞机的那种空对地导弹 它的载弹量要大 一般战斗机的那种载 载弹量啊不足 然后轰五轰六可以保证 我可以同时载更多的导弹 对地的导弹 穿地的呀 可以打到你 挖什么掩体啊 有什么 有什么地堡啊之类的 我都能力钻进去 什么样的我都有 你到时候看吧 只要轰五轰六 能让他进入台湾岛内的领空 我随便飞的时候 你蔡英文 我看你对着干 真的哪天彩虹线 根本就不用什么武统登岛 那个什么 那个台湾的总统府 直接跟你移为平地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就是 而且还有一件事情 如果导弹从大陆 从福建洋海发射的话 飞行是需要时间的 台湾那边还是有一定的反应时间 然后如果说轰五轰六载着导弹 载着炸弹 然后从台湾岛领空上发射 台湾还有什么反应的时间呀 从发射到击中 那个时间给缩短了很多呀 台湾那个时候蔡英文 你就要好好掂量了 如果还继续对着干 结果就是这个 整个新闻呢 比较更有意思的是什么 还有后续的发展 台湾岛现在一水都不承认 不承认解放军进领空了 不承认就是不承认 这才是更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呢 那个立法会的质询 然后问台湾的国防部 你们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可能是错了吧 没有进入领空 没有距离我们还很远 大概一二百海里 一二百海里那个飞行员 为什么问不要进入我领空 这才是更有意思的啊 最近离了二十海里 二十海里大概不到三十公里 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 你就二十多公里 二十多公里 你开车 不堵车的一个情况底下 十分钟 十五分钟也就到了吧 飞机一脚游了就到了 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个 台湾就是这个 台湾的国防部不承认 还有谁不承认啊 台湾的退降也出来了 可能是口误退降说了 可能是飞行员口误 飞行员如果是口误的话 他再问第二遍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飞行员中间的 在空中的对话呀 他都要保保保保 保证他的准确性 他从来不说一遍就完事了 他会重复第二遍 重复第三遍 他不会说说一遍 然后你那边没有答复 我就不说了 他肯定还会继续重复 那为什么继续重复的时候 都是一直口误吗 口误可能会出现一次 他不可能出现第二次 出现第三次 而且像领空这种东西很难出现口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天上面对老共的飞机的时候 他们肯定很难很少说出领空这个事情 不要说很少啊 基本上不会说出 因为老共以前两年前是台海中线以西活动 现在绕岛绕岛的话也很少 基本不进入台湾岛的领空 结果这一次进入了应该是第一次说 怎么会是口误呢 台湾得别死活的不承认 这是为什么 大家想想是为什么 台湾那么的希望能够台独台独 中共太坏了 中共好坏坏 中共压坝 中共你为什么压坝 你真坏 呸 压坝我们台湾 成天台湾那帮1450们不都是这种态度吗 大陆太压坝 大陆太压坝 欺负我们台湾了 这时候多好的机会啊 喊呢 喊呢 喊我们没有领空了 解放军进入我们领空了 解放军真坏 为什么民进党跟1450们晋升 根本就不提这个事情 根本就不提进入领空 因为他们害怕了 你害怕就对了 这个时候我再要把这个话题转回去 以前那些成天喊武统 成天武统 武统台湾 中共养了一帮讲合同的人 谁在做事 谁让台湾岛的1450跟民进党真正的害怕了 能看到了吧 谁让台湾岛的那帮1450跟民进党真正的害怕了 是劳共 劳共很不容易 说实话真的是很不容易 从我呢 我的回忆里面啊 以前跟大家讲过 这次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 以前我的回忆里面 我的大学时期应该是一个 就算是某一部分呢 算是武器啊 军事武器的爱好者 然后那个时期呢 从其实从高中就开始了啊 高中就看着 跟台湾人成天抬杠 然后看着一些年纪比我大的 他们那个军事武器啊 比我知识更丰富的人 跟台湾人抬杠 等等等等 然后那个时候看的我真的是入迷 算是我记住了很多的东西 那个时期包含965年之后啊 98年99年 在网上跟台湾人抬杠 台湾人那时候一说九 你打呀 你打忧众你打呀 打过来呀 然后的话那边就说啊 你我们大陆这边 打就打 然后的话台湾那边就会问了 你那边有什么呀 然后我们这边F16 幻影2000 IDF 你能歼七歼八够用吗 你的船都是什么船的破船 我们拉法业 这都是台湾那边说的 大家年轻的可能不知道 我们那反正我在上网的回忆里面 台湾人经常拿这个 真的是让大陆这边的网友啊 真的是说不出话了 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有167舰啊 海军才有167168169 听说我170没见过 我上大学的时候 然后就算是167168169 170这个舰 也就勉强跟拉法业是同级别的 哪看过什么052啊 053 055啊 这种大区哪见过呀 没见过 好吗 然后那个是我们大区 那个时候我大学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那个真的是很憋屈 结果呢 是谁 我大学到现在毕业不到10年 我大学毕业17年 18年这个样子 然后呢 整个趋势就 就是这样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啊 谁在做事啊 是不是老公在做事啊 如此的翻天覆地 就可只靠嘴炮 就能就能翻天覆地了 海军下了多少饺子 刚才我说了052 055 这都是小意思 导弹的东方21 东方26 这也是小意思 空军 尖20 尖16 尖11 尖10 也是小意思 现在看起来 台湾那边还有什么都拿得出手 尖16 那个F16吗 别可别逗我了好吗 F16 多少年前了好吗 也就那么点F16 还是买的 看打打看 打打看 这就是问题 谁让整个台海的局势翻天覆地的转变 那就是老公 还在骂老公吗 谁在做事情 骂骂咧咧 中共养了一帮合同 骂骂咧咧有用吗 今天就是这样 就因为两岸的局势如此的转变 台湾民进党开始怕了 根本就不敢承认 多好利用民粹啊 先民粹的机会啊 然后先民粹啊 老公压坝 他侵犯我们领空 喊呐台湾喊呐 怎么不喊了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有没有意思 就这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 整个世界翻天覆地 台湾也就是这样了 台湾我希望啊 民进党继续啊 硬起来对着干 不然我们没机会啊 领空我们会慢慢的进进去的啊 争取啊 千万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和平 不开第一枪 但是啊 你要真实开第一枪也可以 我们看看结果 民进党蔡英文 2300万人交着税养着你们 还会有这种机会吗 只有这一次哦 第一枪只要你开了第一枪 保证你很快失去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两岸问题 它还是问题吗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两岸的新闻 看看笑话就得了 想想那帮啊 武统台湾中共养了一帮合同派 想想这些人好吗 今天这期我就不多说了啊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